今天台北股市一度突破2万点大关 但是呢 只有台积电在涨而已 很多股票都杀到跌停 这是这两二到三个月少见的现象 这为什么呢 因为结构准备要翻转 但是大家不用担心 美国股市是在多头格局 台北股市就不可能是空头格局 只不过这个涨很多的 这个群魔乱舞的被财报造妖了 跌下来 拖累了一些好股票 没有涨到好跟着小跌 反而是大家的买点 要买什么股票 这边 免费的退员银来推荐 还有一定要看我的台股新攻略 台股新攻略带您掌握全世界 今天这个带您掌握全世界非常重要 那是联系两三天了 就是只有台积电一个人的武林 台北股市今天突破两万点 那大家就要想了 这两万点是到顶了吗 所以我同时我们有时候股市你要简单化 涨多的股票会拉回 拉回的过程当中 大家一阵恐慌 就算没有涨的股票 可能也跟着小跌 这个是这样的情况 就在做结构的转换 同学朋友 这里是多头 两种情形 我等一下讲给你听 你不要这个搞不清楚 多头啊 你的股票就是会涨 只是你的股票在天上 就会掉到地上来啊 那你股票在地上 就会爬到天上去 这是一个合理的逻辑啊 但你不能说指着美国股市 那个创新高 跟他讲说这只狂逃 现在没有办法解释 这个美国股市 台股今天一样涨九十几点啊 只是两万点没过 这一堆股票在变啊 变不是好不好的问题 是在轮啊 在轮动 来 那按赞分享 今天蛮重要的 但是我们要稍微讲快一点啊 我每天都讲太晚 后面做后置的啊 他们是忙翻了啊 好啦 有什么问题就赖 现在你就最需要赖我啦 赶快来填表啦 这个今天 今天我们跟你填表就 有时候就是大涨的时候 你股市这样 每天都起 你这样点落点 连动 飞标射 也起 对吧 股市跌的时候才是奥妙 但是股市跌是 是涨多了 拉回还是空头 这个 这个很有趣啦 这个很有趣 我们等一下解释给你听就懂了 这个今天填表特别重要 今天赶快来填表 填表 那填表之后就顺便加入我们赖 用赖来问我们 这很重要 好 稻穷这个样子 有啦 涨多不用拉回 这也不像是空头啊 但是这还是稻穷啊 它被一些 一些什么 这个 一些 稻穷成分股 有一些不怎么样 譬如说苹果啦 苹果就不怎么样 你自己看看苹果 它涨到什么样子 苹果 那美国股市天天涨 苹果天天跌 特斯拉也几乎天天跌 就算昨天啊 美国股市 那达哥都涨了 它还是跌啊 你看它还是跌啊 它还跌 收跌 那个绿色就收跌啊 特别你要知道 苹果必须是全世界最重要的 消费性电子 如果苹果一直不涨上来 你看那个美国股市 那个 我说过 是苹果特斯拉 的下跌 把灰达拉下来 还是灰达继续涨 把苹果直接拉上去 现在还看不出来 这边下个礼拜就明显 下个礼拜有苹果大涨 特斯拉昨天稍微动了一下 特斯拉昨天稍微动了一下 稍微稍微稍微 稍微 你能不能看到 好小的红棒哦 好小稍微动一下而已 特斯拉利空还在后头哦 所以这个你怎么解释呢 所以只有苹果一只独 对不起 只有灰达一只独秀 在台湾就只有台积电一只独秀 那如果呢 那这里是不是多头 这样算不算多头 创历史新高算不算多头 你不能指着 那个创历史新高 哎这多头 这扛头 那个就不对 没有这样说 空头有一个形啊 做头的形啊 那做头都还要时间 更方长那么多 这做头怎么可能没有时间 好那 这是创历史新高哦 我再讲一面 你不能指着那个创历史新高的指数说 哦这扛头 没人这样啦 没人这样 顶着要涨多拉回一下 就要要头 像这个都都差点都形成头了 只不过时间点啊 这个点如果再移一个月 那美股就是大空头了 这个点 要再多点一点 标普 所以两种情形哦 你没有办法指着这个创历史新高 你没有办法指着说 它是空头 那什么时候下来 就要分两种 就分两种 对 第一个叫做三月二十号转折 联续利率会议 全世界的大多头也好 或者大空头也好 三月二十号 三月份都是重要的转折月 我这样举给你听啊 你有听我讲过 五到九月底啊 是颇断的 所以五月 去年之所以没有变成空头 是这个点没有跌到五月啊 没有跌到五月的位置啊 所以它就多头上来 那上来的时间点 特别你要记得 就是十一月跟三月 大空头啊 就崩盘 怎么崩啊 崩到有机会反转 也是在三月 有机会反转 或者再延下去 有机会反转在十月 就这两个重要月份 你把它颠倒过来 股市一路多头涨上去 现在都没有回档啊 转折也在三月 那三月如果 这样讲啊 三月如果下来 五月再上去 OK的 那三月如果下来 五月 上不去再继续下来 那就是空头形成了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 同时你再讲一遍 我再讲一遍 我们没有办法看到这个样子 跟大家讲说 它是空头 这是无理取闹的说法 至于说什么 邪恶第五波 那看看 所以有两个嘛 第一个三月二十号转折 转折不是空头 你像这可能就 比如说这样的 假设三月份是这样 然后再弹上去 那弹上去 如果在五月份再暴跌 跌到九月份 那就是大空头 就是大家反应 那个川普的问题 或者呢 他一路一波到底 然后邪恶第五波 一路给你做到五六月份 然后当然 五六月份开始跌 就不好了 就是一路一波到底 五月份 你有听过美国股市 叫做五月卖股走人 有没有 谁要有没有 五月大家都卖 想说他贪了多少 川普如果乱了 大世界帮忙 怎么做 卖刚刚好 那因为涨这么多 你要卖不容易 大家都要 全世界法人都一样 所以你知道 边拉边出 所以这个地方就会形成盘整 出完的时候就大跌 对不对 或者出完的时候 就说川普没有事 民调低的很 假设 假设 比拜登差 都不用有机会 股市就再涨一波 所以你这两个情形 都不是空头 都不是空头 那最有机会 在这边转折的 就是整理 整理呢 就会形成什么 换别的股票上来 好 那别的股票上来 换别的股票上来 那这个 这是震荡整理 那被办 用昨天创历史新高 何来空投之说 何来空投之说 那黄金昨天又继续创高 现在这个时间 你好像在创高 那这个黄金比特币 你看这个不拉 这里不整理一下 都说不过去 你黄金跟比特币 从上市场上说 市场上 有没有 投机或者是投机 如果是投机的话 你要想说 那还有什么股票 没有涨上来 现在很多投机股 都大铁重挫两三天了 现在还有没有 另外一批 投机的股票 涨上来 那避险呢 对不对 避险的话就是整理 那整理过程当中 也没有涨的股票 我用一个东西 给你解释 你就知道 这个不要三零一零 老师今天它涨停 我放缩小给你看 它是这样 所以是涨停很了不起 今天大家有讲到 第三代半导体 2342 貌系涨停 你看到 跌人怎么样 好 大的权重股 每次股市崩膨 大的权重股 最喜欢买的 国安金最喜欢买 就是这档 今天也是大涨 要跌成这样 所以这不是跟你讲吗 高档下来的 而且低档补涨的 这就是这一个理论 就这个理论 没有涨到的涨上来 整理完了涨上来 基本面好的 就会慢慢涨上来 只要它没有 它这是基本面好的 就是这样 那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另一波无机之谈呢 那也不会是现在这些股票 筹码乱成这样子 谁要再去帮主力抬轿啊 有没有 所以我们就 这个就是避险 这个就是避险 有没有 然后涨上来 你看在这个位置 然后现在在这个位置 对 这个很重要 你看这个 然后再看 今天呢 在这个 已经来到这个位置了 这个 所以这个就是避险 所以你的投资组合 有避险的啊 有买的 有稍微投机的 基本面很好的 这样就构成一个投资组合 就是现在这个架构 但你的投资组合 不能一个在天上的 那你现在不办 那是在地下的呢 多减求 不是好机会 特别你自己想 你今天看到 来我们看一下 罗素2000 昨天又创高了 没什么 就有替代品嘛 好 回答 你不能说这个 但是会不会AI会泡沫 就这个 我曾经刚讲 导入国防就不好了 所以你看 你看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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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答 有没有 回答那个 黄仁勋啊 他买了一堆AI生技股 你看那个林白里 最近一直在讲AI 一点点 就要用AI来救人类 因为你把它弄到国防了 对 你用到国防就有哪 欧洲怕死了 你用到国防 这个AI就是伤人命 你说我为了防疫 甘安捏 甘安捏 中国大陆跟俄罗斯也合作了 也合作了 在国防军备上 最新的消息啊 所以美国会制裁 制裁中国的 不要让他搞这个 美国是拼命搞 因为他变成世界强权 但是遇到这种东西的话 请问你是黄仁勋 你怎么想 请问你是Open AI Open AI最近被马斯克造 搞 说你原来宗旨是要救人类 防止AI突出 现在导入国防怎么办 就是这个你网络上查 美国这个国防部把这个AI导入国防军控 所以他才会一直涨啊 所以辉达才会一直去买AI生计啊 才跟大家讲生命科学啊 你听有没有 当你找到国防军控 就很不好了 AI就容易泡沫 但是这不会马上 因为这是杀人的 这个辉达是为了要救人的AI 欧洲怕死了 欧洲怕死了 因为大家都在军备竞赛 大家都在军备竞赛 这也容易擦枪走火啊 这容易擦枪走火啊 就黄仁勋的AI啊 黄仁勋先生的AI 就偏离了AI帮助人类的 所以黄仁勋买了一堆AI生计股 AI生计股在美国股市涨好几倍了 零百里最近你不要打零百里生计 这个我是打进去就知道 他最近一直在做的动作 电子五个为什么一直要抢工医疗 因为这是伤人命的 这边怎么说啊 有些人做不好的事 每天不能说做不好的事 就是生活比较不检点 礼拜天就是神明要忏悔 知道意思吗 就好像是这样子 你军工 你导入军工 你大家都来这种AI 都是伤人命的 对吧 这个这个一触即化 然后那个 如果一个不小心呢 对吧 我们枪枝是管制 你买一枝枪放在家里做什么 你就想有时候 你说哦你防卫 防卫好像防卫了 不然你买一枝枪把握一下 不然你去搜到别人 去外面看看 因为你有那个先兆了 注意啦注意啦 我以前就跟你讲到 导入国防工业就很不好 就容易泡沫 因为抵制的力量会更大 所以 那如果 欧洲他不需要这个 大家都来AI 国防军工 那欧洲 你也这样我这样的话 欧盟本来就不在乘 欧盟最近 今年所有的国防军备武器 都大买了 但不是要那个AI 那种国防 对吧 因为造成的东西 可能 可能 那个 杀伤力会更强 然后当然是可能更精准 博通朋友跌3% 他公布财报的时候 一度跌了8% 那你博通的联动性 就要看一下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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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4的联发科 注意一下 他们最终还是跌 原来跌8% 后来只有矫天 像我刚才看到两点多发 那财测不如预期 就像AI都会碰到这种事情 那昨天跟大家讲 新的业内主力盘 这个话出来 今天 一样 过高2万 有没有下来 两个是顶吗 还是新的业内主力盘 来 你今天看到这个 你会怕一下 这每一档 信力 政绩 大家都是之前 抢抢棍的 旭软 军豪 都抢抢 印记 3290 拿给你看 有没有 是这样 这样 他以前都这样 这次这样 这次这样 这次 这次公众 你敢买吗 不敢买 你才想要买这样 你要回归基本面 那这个东西的下来 你看一堆 当他大家看到这个呢 是不是 那万润也是 获利 我来看一下 旺润 我来看一下 6187 他扣押時的喔 可是他獲利是四年來最低點 第四季好不容易開始轉虧為盈 也是這樣而已 一塊多 他賺一塊多 一塊多三百 三百多塊的股價 這個總要還給基本面 2449還是很賺錢的公司 3711 這個都是很賺錢的公司 可是股價輸於 萬潤 賺一塊而已 你什麼青菜生技股啊 傳產青菜叫一個賺一塊 也不可以這樣標 這不是很奇怪嗎 新日新啊 要漲很多的都知道 這是為什麼上藥 所以這個就是這個就是我說的 是不是全新的業內主力盤又要來了 昨天才跟大家講一下都忘了那個代號 這個 你說嗎 做環那會 那兩支 兩支啊 你不要算大家來算啊 那台火是不是電子 還是AI火柴 我每天都台火說他們介入AI啊 所以你的瘋狂要到此告一個段落 你的瘋狂要到此告一個段落 要回歸基本面 回歸補漲的股票 所以財報就是照妖精 第一季的無稽之談也結束了 台積電一個人一個人50不是好事啊 不是這樣 你根本半天 下跌的加速已經連兩天是上漲加速的一倍啊 就是一個人的50是好事 但是他不管讓你把指數帶上來了 一定有接下來的 類似這種的 但不會是他們 因為他們都很亂了嘛 我跟你說你敢不敢去接這個 你敢接三二九四 你敢接這個 再來一波嗎 不然沒有多少錢啊 這樣子啊 你敢不敢去接這個 不敢嘛 確實是小福成長啊 你不敢嘛 是不是 所以很多股票搞不好打回原型哦 新的一批啊 會不會再來像這樣子 新的一波 有啊有啊 這個有沒有也是一樣啊 會不會再來一次 像這個再來一次 但是 不見得是這些舊的嘛 因為這個這個樣子就 籌碼就亂了啊 是不是 我想這很合理合不理解的 那席價漲高了 漲波段新高 什麼 跌下來 我之前叫這邊做一波 我們去去年這樣做一波 這裡做一波 這裡每次我都會跟你講什麼 都跟席 財報見證 然後那財報還沒發佈 發佈就飆上去了 然後一樣 民群 一樣啊今天略破 略破底 尾盤超流下影線 對 那當然是 你說這個 這去年 獲利創立 一月份已經都衰退了 越減了 他每年一月份都這樣 這是年增啊 二月份也不見得是衰 因為還沒公佈嘛 可是他去年獲利是創立史新高的 你知道的意思嗎 這個所以財報會這是造妖精的 所以跌又怎麼樣 小跌破底啊 來 高麗這個我們講過了 那 也是 也是啊 這邊一次這邊一次啊 有沒有 那一樣啊 高麗 那高麗 我前兩天有跟大家講過說 高麗找機會賣一賣 買一賣 就這邊有沒有 高麗找機會賣一賣 有沒有 高麗找機會賣一賣 有沒有高麗 從來都先賣嘛 你看一下高麗 8996 就這兩天這樣子嘛 所以也是有道理的啦 也是有道理的 高麗的先賣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金元電 今天跟大家介紹的時候是 2月10幾號 然後 這邊嘛 現在漲上來 CoVas金元電 創高 昨天漲停創高 那今天拉回 拉回還是看多啊 你可以高賣拉回再買啊 他 今年只有他們 等下再講一個東西給他按 矽光子 矽光子 講了1月是笨的 然後 他上來 突破 四手紅盤 震盪降 他是所有矽光子目前 我看來獲利最好的 本利比也算是最低的 那奇蹟也不錯 今天拉回 那為什麼這樣 突然你要了解矽光子啊 他本身就是基礎建設 都是由光纖大廠 基礎光纖大廠 你知道華星光 跟大家講一個重點 497則 你聽我講 你看這個 這是 去年漲一波的 這裡不知道有沒有更 久歷史的 更久歷史的 這去年 2023年 去年 去年漲得不算要漲 這更久的 我看一下 這是月 月線圖 他們之前 以前標過一大波 也是從 各位數 10月10塊錢 要標到四五十塊 2011 後來 光纖這一塊 他以前 以前的這個華星光 做的有沒有 華星光以前做的 這個像 光環 什麼的 光環都還在虧損 光環 3081的這個 這個蓮雅 他現在不是有 目前他真的是大賺 那另外的 說 被歸進來了 像奇蹟 或者光聖 那個另當別人 我說主角是他 他們以前做的是 中國的生意 光纖 後來中國自己會做的 他以前的標準的 聯想那些的概念 那都會做的 所以他們就暴跌 轉贏為虧 然後呢 去年開始啊 就是因為 矽光子 矽光子題材又來了 所以轉虧為銀大賺 那這是基礎建設 那為什麼非常看好他 中國的AI是被美國制裁的 所以中國啊 開始要基礎建設的話 這些都吃得到 所以中國的CPU 大家就叫做 CPU 矽光子 這個股票 也是飆翻天 怎麼可能沒有行 因為基礎建設 才是最重要 你要記得喔 基礎建設 所以我認為今天 快上車今天拉回 我今天加碼 留一個下影線 當然去吃加碼啦 講一下海運股 這個紅海 這個紅海危機位 紅海這個紅色的 這一個紅海 那長紅也是一樣 不斷的創高 不斷的創高 垂木加225 那這幾天啊 但是你看那個 那個 散莊啊 今天其實今天這個都算不錯 域名 2606域名 都算不錯 2606域名 都算小漲都都還在開始看 2637的 有沒有 都漲上來2611的 都慢慢漲上來了 有沒有看到 所以 新的主流 會不會在這裡出現 有沒有美國散莊ETF 這兩天都還在漲 創下 漲了兩倍多了 昨天BDI 前一天BDI稍微拉回 昨天又大漲了 散莊股真的是 域名 他懂得說今年賞賞還 晴空萬里啊 晴空萬里啊 不是我們說的啊 是他董事長說的 全中第一在這個 在這個 長榮 在中心 但是 怎麼買啦 怎麼再次出手 然後這是 這個 惠陽 惠陽還是在四手紅盤的 長線多頭裡面 有沒有 那惠陽今天三月 嚴役華嚴董說 三月裡就要轉折了 為什麼轉折 他的說法是往上喔 因為他如果是開始 的運費收入的話就在二月底 二月就開始顯現了 那三月就知道 二月三月的這運價上漲的利多 那個利多一定要貫注在營收有沒有 一定要一兩個月之後 所以從12月的紅海開始 紅海危機開始 到二月三月 就是貫進營收了 所以三月裡是轉折 所以呢 才有他說的 晴空萬里 那晴空萬里呢 投資朋友你就要留意我說的 這是個機會 這是航運股的一個機會 那如果台積電 老是在那邊震盪 然後長榮 又變成 00940的ETF 那還是會帶領散磚的嘛 好 這個我們之前講過了 要漲一段 講的說在這邊 有沒有 漲是在這邊 但是我認為他們還沒結束了 還沒結束 那今天這一兩年 一有意思的拉回 有沒有 那怎麼買 怎麼賣 是個學問 是個學問 好 那 威勝 昨天大漲 漲停板 今天吐回去 一部分 幾乎吐回去 表示那什麼 再次洗盤 那就更有機會了 所以 今天指數 今天 今天是痛苦的一天 今天對很多投資人是非常痛苦的一天 為什麼 台積 明明這邊兩萬點 每天這樣 這兩天 投資人都很痛苦 賺不到錢 對吧 啊 這個當然比較投機老是會 就可以講說 3016的 怎麼 加金 就比較投機說 漲停板 2342的貿易 大好的 恭喜 其實這兩天很痛苦 你現在只有等到等到這個結構轉換的時候 結構轉換的時候 2376的 為什麼 為什麼美超委天天創新高 為什麼這個 這個這個 AI伺服器不動 那 那AI伺服器如果繼續不動下去的話 那1795的美食 這個有沒有機會 你看看嗎 剛好打 這根紅棒的 又來到這根紅棒了 我這兩天要公佈財報了 那6472去年賺30塊 但 2月營收當然是衰退的 他要實施 6472 有沒有 他要實施庫藏股 你說那庫藏股早就應該 上 因為他 之前 上一次實施庫藏股啊 他沒有買 他是公告 實施沒有買 但是這一次啊 你可能要注意他下決心了 因為他他智藏股股價 明天再跌一天就他就到他 顧藏股的買點了 請問他會不會在這邊買 但是為什麼實施沒有到因為 生技股的轉折月是 4月份 那如果如果 正如我之前跟大家講 你腦筋動一下 腦筋動一下 我腦筋動一下 就說我說的 標普 要嘛就轉折 轉折的話 表示說是這個轉折是這個轉 因為你漲那麼多 轉折可能就是慢慢的整理拉回 那一定什麼股票來接棒 當然 今天 今天那個遊戲類股漲了 次產業在電子股有三個嘛 一個遊戲 一個太陽能 太陽能我們不管 因為全世界太陽能都不好 遊戲業大漲 今天遊戲嘛 你知道你今天看我的這個 雲 免費雲 裡面有一檔遊戲 非常棒的一檔 遊戲 而且蓄勢待發 而且位階很低 遊戲 最大的這個 次產業的電子 次產業就是生技股 那 如果這個轉折 然後生技股4月份 又是 多頭月 空頭格局 大空頭是他們4月份 多頭月 所以 是不是在這裡可以順利反轉到 到 這個我剛才說過 保瑞 實施庫藏股 為什麼這個時間點那麼敏感 你有路要把你買 我要拚4月份 4月到7月的大波段 這不是很有意思嗎 請你把我這話 想一想這個邏輯 如果一路走 那你也不用擔心 大家輪長而已 如果拉回 對於多頭是正面的 如果這裡一波到底 到5 6月份的話 那很不好 就可能遇到 長線空頭的下來了 AI就是泡沫的意思 那我不認為 我認為走這條路是最正確的 因為你下半年啊 你開始會有川普的紛亂 所以你現在讓這個紛亂 先讓他轉折一下 那反而承接 在空頭格局4月份 這個生計股也會漲啊 因為他是一種替代的方案 那為什麼保瑞 現在開始實施庫藏股 市場股現在快要底線了 最低的買進點到了 那不是很奇怪啊 你想想這個 這個邏輯 是不是 那長龍跟著漲 不是要一個邏輯嗎 會不會是海運內鬼要來了 所以你要注意我講的這個道理 有沒有 有沒有 多講這道理 新的 夜內阻力盤輪誰 全新的夜內阻力盤在哪裡 注意我講的 好那 不管怎麼樣 這個假日想想 不要為這個事情 今天這個股市拉虧在那邊擔心啊 你只要記著 這裡是多頭格局 你的股票如果是有基本面 在位階低的 就不會被造邀出來了 反正把它造成仙 修成正果 好 現在加入 三重送 三重送 想想我的 我講的內容 包括技術教學 還有一定要 記得 再怎麼想辦法看我的 會員影音 今天有特好的東西在裡面 就這樣吧 好祝大家 有一個愉快的週末假日 我們下週見 本公司所分析之 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正當之 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 僅供參考 觀眾朋友請勿看節目 更單操作 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付投資風險